放魔 判断失误 借内球 温胡扬输了 林丹接班人被吊打了呀 这次2023年与超联赛 林丹接班人温胡扬对阵小将孙飞翔 面对这种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的选手 本来会是一场轻松的取胜 但是温胡扬不仅仅输的比赛 而且最后是个的比分非常迟路 一起来看看他现在到底怎么了 第一局比较上来 温胡扬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哦 这个球背温胡扬 温胡扬的往前进攻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 这也是上一场他输球为数不多的得分方式 又是一个多派 两个人都在 孙飞翔打得真有耐心 温胡扬的主动进攻反而是又成为杀死自己的力气 往前的进攻又是被孙飞翔反击了过来 进攻 温胡扬的进攻确实是出色 但是现在看来只要防住一排 似乎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这种球是他的招牌 后场高高越起的披萨德手 又是往前 孙飞翔在进攻 又是往前 从往前球来看 温胡扬还是一点顶不住对手 上岸场的往前球也吃了很大的亏 孙飞翔这个球居然引试接了一球 放住 好 换到汪胡扬进攻 连续的推压 形成一个多派 关键时刻 汪胡扬还是用自己霸气的扣杀德手 抢攻 最后温胡扬一个抢攻 直接拿下第一局比赛 虽然第一局赢了 但是打的真的艰难 上来之后 第二局比赛顺带向开启的主动的进攻 温胡扬的球打的太僵硬了 这种球其实要么平推 要么推后场 怎么能下压呢 进攻 欧胡扬再进攻 欧胡扬拉开去进攻 这种搏杀能力比孙飞翔 还是更有优势 欧胡扬拉开去进攻 而顺飞翔的打法 明显就是靠着防守 以及一些防守的反进 互相控制对方的底线 欧胡扬的反败防守 真的太不到位了 直接被杀穿 后场挑的太不到位了 直接被杀穿 孙飞翔的进攻 其实不强 只这种球再不杀 都过不去了 球抢弓 进攻 哦 弹了一个底线 是不是想继续进攻 挡对角 还是给个 你看 对了这种球 直接插下网了 孙飞翔 孙飞翔 一直给温飞翔的后场 温飞翔这球预判到了 但是自己还是失误了 点续的抽档 好 跨下击球 孙飞翔继续进攻 前面的防守非常出色 最后一排出现了问题 直接被杀穿 最后 温飞翔又是一个失误 孙飞翔拿下第二次比赛 温飞翔进攻 球 温飞翔杀 第三局的温飞翔发挥的依然非常稳定 11比6轻松拿下 温飞翔突击斜线 继续下压 第四局的顺便翔依然还在失误 这个网架球也是出现失误 连续三个失误 枪网 连续四个失误 温飞翔看起来就拿下比赛 结果意外就发生了 温飞翔的正手底线 温飞翔这个反派的黄手 做的确实是不行啊 高质量的回放 平抽打 凸击直线 这种失误就有点低级了 继续枪了 继续枪了 扶球 回来 自己的跳沙也出现了失误 连续的进攻 孙飞翔这几个派的进攻 打的是真漂亮啊 连拿了6分 拿到局点 写线 过度往前 最后温飞翔又是一个失误 孙飞翔连拿7分 逆转拿下关键一局 比赛透露决赠局 双方都是在墙往前控制底线 决赠局的孙飞翔彻底的打开了 温飞翔这个防守脚步真的是很乱啊 而温飞翔还是在墨游继续收 孙飞翔也是主动的失误 温飞翔终于拿到了一分 温飞翔的进攻机会 防后 防得很好 又是这个后城的防守 温飞翔转身的反派走的太差了 我想进攻 进攻上来抢网 温飞翔疯狂在失误 怎么打怎么丢分 后场防不住之后 温飞翔的往前也完全控不住了 再来一个失误啊 温飞翔彻底崩了 比分来到10比1 最后孙飞翔打出11比1的夸张比分 决赠局打崩了 温飞翔成功力转拿下比赛 在后面的两局 温飞翔被打了一波18比1 说实话 别说对阵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将 就算是对阵林丹 我觉得也不至于打出这样的比分吧 温飞翔真的要反思了 不然可能直接生涯就是这样了 毕竟没有人会一直给你机会